今天我们来逛一逛 燕吉儿 燕吉儿国民事业是一个开采燕的地方 在饭馆的餐桌上都要搬一小点燕 所以那个地方叫燕吉儿 燕吉儿位于崇津市河川区嘉宁江畔 中面积58.85平方前面 明昏57年燕吉儿就在这一带开采建河新厂 1980年6月改为燕吉儿镇 2009年12月才撤销燕吉儿镇 改为燕吉儿盖岛 燕吉儿老盖也有百年的历史 建筑都是60年代到80年代的风格 新有蒲盖 燕吉儿不知开采燕 曾经也是一个工业种种 在整的周边以前有铁厂水利厂等等 最累的也曾经繁荣过 可能是有些企业污染了那个整的环境 年轻人都逐渐逃离了那个地方 人员越来越少 那个整菜逐渐磨落了 燕吉儿十几年被邱恩实际的一面墙 墙面虽然又残顺 但很多直接都能清晰可见 在太平港街还有燕吉儿小学 他们还是在居民楼间 走到码头 那边还有一个旅游打卡点推荐 所以现在燕吉儿也是一个旅游增 也成了电影拍摄的趋劲店 在江边的小镇就怕涨洪水 逛完了燕吉儿 那点的豆花饭肯定要吃了再走 看你喝了人家吃了 再点两个喜欢吃的家常菜 我们两个人那顿饭花了146块钱 消费水平还是很亲民 燕吉儿是一个嘉宁江边的小镇 有码头 没有商业化的老街 还有老八语的风格 现在游客还很少 基本都是原住居民 喜欢原始老街的朋友 那点还是值得逛一逛 我是大平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